朋友们好,这期继续分享新娘117篇,张小瑜本想回公司对付一口饭,接着处理各种问题。 这个时候,妹妹张小米打来了电话,说是家里包了饺子,问她回不回来吃饭。 无论你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情,当你感到身心俱疲的时候,一定要记住一句话,家是唯一的方向。 张小瑜回到家的时候,饺子已经摆在客厅的茶几上了,洗了洗手就上桌了。 当然,陈小霞也在。 小霞在这个小区里开了家超市,生意还不错,我没事的时候就下去转转,在她超市里帮着看看门,你也常回来看看。 母亲说道,行,这几天比较忙,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吧,忙完了,我就天天回来吃饭。 张小瑜说道,对了,哥,这个电视不行了,得换个电视,很不清晰,不知道是哪一年买的,咱爸看了老说,眼睛累得慌。 张小米说道,买什么电视啊?你都要上高中了,还惦记着回来看电视啊,这个电视就挺好,不用买了,看累了就谢谢。 张小鱼的母亲说道,张小米嘟着嘴不说话了,张小鱼看了看墙上挂的电视,确实显得比较老旧了,又笨又重,也不知道钱洪亮是哪年买的。 张小鱼说道,那就换一台吧,你看看买什么样的好。 你那么忙,这点事就不用你操心了,我来办吧,过几天我带着小米去商场看看。 陈小霞说道,要不然就买个小米电视吧,我看新闻上说小米电视可便宜了,而且质量也不错。 张小米说道,不能因为你叫张小米,就买个小米电视,小米电视是便宜,但便宜是有代价的,广告太多了,看一天电视得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看广告,电视剧开头有广告,中间也插广告,冷不丁就出来给你个广告看看,有啥意思啊? 选一个其他的牌子吧,电视是便宜,但是都从广告费里出了,看那么多广告,不是浪费生命吗? 张小鱼一口就否决了。 小米,你哥说得对,我们选个其他的牌子,正看电视剧呢,冷不丁地出来个广告,太烦人了。 陈小霞帮着张小鱼说道,黄云鹏做梦也没有想到警察会找上门来,而且是找到他公司办公室里。 当着公司众人的面就把他带走了。 虽然没有戴上手铐,但是这一幕,还是让公司的人非常震惊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老板被抓,这件事情肯定不简单,这个消息像炸弹一样在云鹏地产公司里炸开了。 胡局长,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? 你给我打个电话,我就过来配合调查,非要当着公司员工的面把我抓来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? 黄云鹏一见到胡青禾的面,就开始抱怨道, 本来我是不打算见你的,也可以有其他的同志对你进行询问。 但是郭书记只给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,沙坑村的案子必须要破,破不了我就得滚蛋。 我们已经查到了那三个放火的混蛋,但是他们都消失了,你能告诉我他们去哪了吗? 胡青禾问道,黄云鹏还以为是其他的事情,但是没想到是沙坑村的案子查到他头上来了。 黄云鹏坐在椅子上欠了欠身,问道, 胡局长,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,你说的三个放火的混蛋是谁啊? 黄总,如果我没有什么线索,肯定不会叫你来,你在云海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 我还知道你背后是谁,但是这个案子影响太恶劣了,郭老板都气得跳脚骂娘了,他告诉我一句话,一查到底,无论涉及到谁都要挖出来。 虽然是大白天,但是这个房间里光线昏暗,黄云鹏和胡青禾之间隔着一盏台灯。 当然,台灯照射的方向是黄云鹏的脸。 虽然黄云鹏感到非常的不舒服,但是这里是胡青禾的地盘,他也无可奈何,只能是极力为自己变白,把自己摘出来。 好吧,你问吧,你想知道什么?只要是我知道的,都会告诉你,你刚才问我那三个人,哪三个人?叫什么名字?给我列出来。 黄云鹏向后倚在椅子背上,无所谓地说道。 胡青禾向旁边的警察看了一眼,那人就把三张A4纸拿了过来,一一摊开在桌面上,纸上是打印出来的三张人的头像,黄云鹏看了这几个人一眼,脑子嗡的一声,差点炸了。 现在看到这几个人是不是很熟悉?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,这几个人和你关系非同一般,其中一个人和你关系密切。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,这几个人现在到底在哪里? 而且我们也查到了,最近你公司财务支出了一笔钱,数额不小,全部打到了一个私人账户上,虽然没有直接打到这三个人的账户上。 但是我想,这笔钱应该是酬劳吧,作为老板,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。 你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胡青禾说道,黄云鹏指了指其中一个人,说道,这个人叫刀疤,跟着我干过一段时间,后来他就辞职了。 我们虽然还是常联系,但是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他做的我不知道。 反正我没有让他做过这事,他们现在人在哪里,我也不知道。 至于你说的公司账户上支出了一笔钱,我得回去查一查,问问财务是怎么回事。 因为我们公司和个人也有经济往来,把钱打给个人账户上也是常有的事情。 胡局长,你不能因为这些所谓的证据,就把我扣在这里吧,要想知道那是到底是不是我指使的。 你得先把这几个人抓住,问问不就知道了,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,这件事情和我没关系。 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,贼喊捉贼也说不定呢,那个沙场是张小鱼的,你怎么不去查他呢? 现在老百姓把沙场占了,最着急的应该是他,这是和我有个屁的关系。 我就算是帮他把老百姓都撵走,沙场也不可能给我吧,做好事不留名,我还没有这么无私。 黄云鹏这句话算是把胡青禾给问住了,胡青禾本来以为这个案子已经有了曙光,但是没想到事情查到这里,又搁浅了。 沙坑村出了这么大的人命案子,新闻一时甚嚣尘上,各种传言满天飞,老百姓只管骂娘,各种猜测都有,但是骂完之后还是各忙各的,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 任何新闻都有一定的时效性,即便是当时闹得再大,过几天,这种关注度也就降低了。 据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,可能人类的记忆比鱼还少。 美安泰地产公司的会议室里,张小鱼、秦思宇、钱多多,落宇四个人的面前,各自有一答的合同,就是关于美安泰地产公司股权转让的合同。 按说钱多多可以不来的,但是非要来看看秦思宇失去公司股权的嘴脸,当然了,这个目的,他是没敢对张小鱼说的。 虽然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了,但是在各位签字之前,还是得说几句。 秦总、落总,你们签字之后,股权就正式转让了,你们要想清楚,不然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缓缓。 张小鱼说道,这件事情已经酝酿了很久了,没有必要再等了,落总要是不同意的话可以再缓一缓。 我是一天都不想等了,这个公司从成立到现在,没有一天让我高兴过。 虽然现在可以拿到钱,但是我感觉这钱花得并不开心,想想这几年的经历,尤其是今年,真是感觉和坐过山车似的。 秦思宇说道, 洛宇文言笑了笑,对张小鱼说道,都这个时候了,你就不要假惺惺的了。 我要是不把股权转让给你,我在云海还混得下去吗? 说句实在话,美安太地产公司是我看好的一家公司,将来一定会发展得不错。 上市也不是不可能,但是现在我被逼着把股权转让出去,实在是有些不甘心。 不过我这个人时时悟,有命赚没命花的钱,我选择放弃。 落总,你这话说得严重了吧,你就算是不转让给我,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 从认识你开始我跟你学了多少东西,让我受益终生,我怎么会逼着你把股权卖掉? 你说这话,我可不高兴。 张晓鱼说道,落宇对于自己被逼着卖掉股权,确实不高兴,虽然知道这事情和张晓鱼没有关系,但是说话却一点也不给张晓鱼面子。 你高兴不高兴不重要,你的老板高兴就行了,下次见到他的时候,你告诉他。 我虽然把美安太地产公司的股权卖掉了,但这事还没完,不信的话,我们就走着瞧。 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我就不相信他一辈子都会顺风顺水。 洛宇说道,洛老师,何必呢?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把这话告诉他,你还和我这么说,你这就是在打我的脸啊,不过没关系,谁让我是你的学生呢? 你就是打了我的左脸,我也得把右脸给你。 张晓鱼渐渐地笑道。 秦思雨一看洛宇这么说,就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,但是把气撒到张晓鱼头上,屁用没有。 他是个年轻人,你这么说,还可能把他得罪了,没有任何益处的话,说出去又有什么用呢? 还不如放个屁有味道,人类的一大缺点就是豪成口舌之力。 不管什么话乱说一气发泄出来,自己心里舒服了,但是无形之中也把别人得罪了。 任何好处都捞不到,就是几句话而已,不说也能把人憋死吗? 按照洛宇的个人修养来说,他不该说这些话,很显然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,任何人都有可能昏了头,此时的洛宇应该就是这个样子,这也是人的本能反应,无可厚非。 行了洛总,他可是你教出来的,有什么事情你直接和他说就行,不要涉及到别人。 他是自己人,但别人就不一定了。 秦思雨说道,洛宇此时也醒悟过来,有些话自己确实不该说,这里一共四个人,张晓鱼不说的话,别人可能不会说,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钱多多。 洛宇知道,钱多多对秦思雨一直存有敌意,如果把事情泄露出去的话,徐月彤一定会对自己另有看法,到时候真是得不偿失。 自己一时昏了头乱说话,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,别人的报复,可能不会马上就来,但是一定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,合适的节点把你踩到地狱里去。 几个人把字签完,剩下的事情就委托给中介机构去办理。 张晓鱼顿时感觉到有一种膨胀的感觉,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,才意识到自己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了,但是随着这种想法来的,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 秦思雨是金蝉脱鞘了,但是公司后面怎么经营是摆在眼前的重大问题。 他刚刚倒了杯水,还没坐下,身后就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,他还以为是同利化进来了,没想到是钱多多。 钱多多进来之后,一屁股坐在了他的办公椅上,将腿翘在了他的桌子上。 哎哎,你这是什么样子啊?你看看,你现在这个姿势,女孩子哪有这样仰臂晒蛋的,成何体统。 张晓鱼说道,对于张晓鱼的乌言晦语,钱多多一点都不生气,反而是笑着说道,这可能是这么多年来,我最高兴的一天了。 自从我爸和我妈离婚之后,娶了这个秦思雨,我就再也没高兴过,现在你终于把股权都拿回来了。 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,但结果是好的,我非常高兴,非常喜欢,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喜欢你了,你咋这么能干呢? 是吗?你刚刚知道我能干啊,我以前就不能干吗? 张晓鱼话里有话地说道,要是换在以前,钱多多肯定会配他一脸,但是今天居然站起来,走到张晓鱼身边,双手捧起他的脸, 垫起脚尖,认认真真地吻在了他的唇上。 两个人虽然没有深入,但是张晓鱼明显感觉到这个吻具有一定的仪式感。 我决定了,从明天开始你搬到对面那个大办公室去,你的这个办公室归我了。 我要正式在这里上班,你整天没事往外瞎跑,我得给你主持大后方,不能让咱们公司再有任何的闪失,你觉得怎么样? 钱多多问道,那楼上的陈鱼公司呢?你不管了,你们刚刚开始创业的那个项目呢?也无疾而终了。 张晓鱼问道,你放心吧,什么事都耽误了,我这么年轻身强力壮的,就算是兼职两个公司的CEO也没问题,就怕你不舍得放权。 接下来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我,我不懂得可以问别人,你只要记住一点,在这个公司里,唯一对你忠诚的人就是我,因为咱俩是股东,赔了是赔咱俩的钱,和别人没什么关系。 他们都是拿工资的,这家公司黄了,他们还可以换一家公司,但是如果真的黄了的话,咱两个就成穷光蛋了,你说我能不为公司出力吗? 钱多多朝着张晓鱼抛了个眼神,问道,张晓鱼闻言摇了摇头,说道,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想了,回陈瑜公司好好和尹清晨经营。 为什么呀?有我在这帮你不好吗?你别狗咬吕洞宾,不使好人心。 钱多多有些生气地说道,张晓鱼走过去,已在桌子上,钱多多顾忌重施,又坐回到了椅子上,这次更加过分了,居然是脱了鞋,把脚撬到桌子上。 张晓鱼对于钱多多的脚丝毫没有免疫力,这双美族浑然天成,让人怎么看都有一种莫名的冲动,更要命的是,这一点还被钱多多掌握了。 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,所以这个时候,即便是张晓鱼没有动手,他也把自己的脚送上门了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等到秦思雨和洛宇的股份变更完之后,盘石投资就会介入进来。 到时候,我的股份会转让给盘石投资一部分,估计少了的话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。 如果他们成为了大股东,就会派管理团队接管整个公司,通过对公司进行改革,改变经营管理方式,使公司进入盈利的快车道,再经过一系列的运作,最后让公司上市。 虽然我们损失一部分股权,但是公司上市之后,有盘石投资被输,股价肯定会大涨。 到时候,我们每个人的资产都会翻好几番,这也是洛宇不愿意放弃公司股权的原因。 谁都能看出来盘石投资打的算盘,但是却毫无办法,这件事情是徐悦同定的,你我都没有发言权。 张晓瑜说道,这也太欺负人了吧,他们凭什么? 凭他们比我们有钱,而且公司现在处于危难之际,秦思瑜努力了这么长时间,都没有找到人接手,现在有人出来接手,已经不错了。 也就是盘石投资的后台比较硬,才敢接美安泰公司这个盘子。 不然的话,就只能看着美安泰地产倒闭,最后被人清盘,便宜地拿走,你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? 所以说,陈瑜公司才是我最后的退路,美安泰地产不是。 张晓瑜说道,钱多多此时才意识到自己想得这么简单,商业世界的复杂,远比自己想得难多了。 这么说来,我们就算是收回了公司的股权,还是不能当家做主。 我们能不能不让盘石投资接手,我去求一求徐悦同,就让我们两个人经营。 现在公司的股东就剩下你和我了,我们开个夫妻店不是很好吗? 钱多多问道。 张晓瑜摇摇头说道,盘石投资介入是目前最好的选择,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了。 因为我们需要钱,不然的话,新市政厅后面那块地就没有办法开发,如果迟迟不能动工。 土地可能会被收回去,虽然收回土地真正执行的不多,但是法律在那摆着呢,就怕人家认真。 他们一旦认真起来,就和不要脸没什么区别。 这件事情给钱多多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,他本来以为把股权收回来之后,就可以和张晓瑜好好地经营这家公司了,但是没想到他们只是在为别人做嫁衣。 生意厂商就是这样,相互利用,相互成全,借力打力,借机下蛋。 我真是不甘心呀。 钱多多说道,我也不甘心,但是要识时误,否则的话就更难了。 现在康锦秀和黄云鹏都在虎视眈眈,不知道他想到什么坏点子因我们呢? 所以这个时候,我们要拉大骑车虎皮,让盘石投资为我们顶着,我们还可以喘口气,不着急,慢慢来,我们都还年轻。 相对于康锦秀和黄云鹏,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比他们年轻,早晚会熬死他们。 张晓瑜恨恨地说道,你这个精神胜利法不错,但貌似没什么屁用,不让康锦秀和黄云鹏得手,让盘石投资得手。 虎豹和豺狼没什么区别。 钱多多有些生气地说道,说完站起身穿上鞋走了,再也不理会身后目瞪口呆的张晓瑜,张晓瑜说了这么多。 钱多多心里其实已经清楚,也认可他的想法,但就是不能接受,尤其是嘴上不承认。 煮熟的鸭子就剩下嘴硬了。 沙坑村的案子也把乌林生吓到了,在知道了这件事之后,几次打电话找张晓瑜见面,但是张晓瑜都很忙,终于在晚上堵住了张晓瑜。 这件事情真和你没关系啊。 怎么着,你还盼着这件事情和我有关啊? 我告诉你,这件事情百分之一百是黄云鹏干的。 这个人坏得很。 张晓瑜说道,可是我刚刚从市局得到消息,黄云鹏被带到市局协助调查,但是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放走了。 我侧面打听了一下,市局没有证据,再加上黄云鹏那个混蛋还是个政协委员,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,市局也不敢轻举妄动,更不敢把他扣起来。 现在我觉得,这件事情不但可能和黄云鹏有关系,康锦秀也有嫌疑人,你可能不知道。 那个奇强和不少社会上的人来往,要想做成这件事也不是不可能。 所以我觉得,市局不该把所有的精力都关注到黄云鹏身上,应该扩大范围。 这件事下手太毒了,而且又是在你中标之后,这很明显就是冲着你来的,这是一定要小心。 稍不留心就可能被拉到坑里去,虽然现在是一罪从无,但是没完没了的调查,也能把你给整崩溃了,等你彻底洗刷冤屈之后,黄花菜都凉了,耽误的这些时间和金钱是没有人弥补你的。 乌林生说道,对于张晓鱼来说,这个沙场早开业和晚开业没有多大区别。 区别就是早一天赚钱和晚一天赚钱的事情,但是对于乌林生不一样,他等着用钱还债呢? 如果这个沙场一直不开业,那么他欠康锦秀的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呢? 所以,基于这个目的,乌林生着急是情有可原的。 而且,随着时间的推移,张晓鱼是如何获得这个沙场的经营权,背后谁给他支了招用了力,康锦秀都能查出来。 想想这些事情,乌林生能不着急吗?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?张晓鱼问道,无论如何你都要盯到市局,时不时地就要去市局找胡青和,明天就去。 每天去一次催促他赶紧办结案,这样的话沙场才能开业,他一天不破案沙场就不能开业。 我们就得损失一天的钱,我们是按年承包的,损失这一天得损失多少钱,你算过没有? 乌林生说道,胡青和现在也是焦头烂额,我再去催他的话,会不会起反作用,要不然想想其他的办法? 张晓鱼问道,我想过了,其他没有任何办法,如果你真有办法的话,能让沙场先开业也行。 但是你看看那些村民现在像打了鸡血似的,我们就是把人开过去,最大的可能就是引起新的冲突,案子不破,不足以平民愤,这件事情黄云鹏是跑不了的。 我就不明白了市局为什么会这么简单草率地放了他,胡青和这个笨蛋。 既然黄云鹏有这身份那身份的,赶紧向上汇报啊,把这事推到郭伟正那里,看他怎么处理不就完了吗? 老是在市局放着,有个屁用。 乌林生说道,你说得也对,我明天去找胡青和。 张晓鱼说道,乌林生文言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,说道,因为这个案子压着,胡青和肯定不会回家睡觉。 你现在去市局找他,肯定还能堵着他,让他明天一早去找郭伟正汇报。 既然自己解决不了问题,把问题推给领导,不就完了吗? 这么简单的道理,这个笨蛋就不懂吗? 那个沙场每天出货量很大,晚一天开业,我们都损失好多钱。 张晓鱼看乌林生是真的急了,说道,这是不能着急,慢慢来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 如果和村民在发生冲突的话,我们就真的说不清了。 我知道,但是现在康锦绣对你中标的事情耿耿于怀,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查到我的头上来,到时候我怎么解释,关键是欠他钱啊。 如果我不欠他钱,我能屌他吗? 乌林生说道,张晓鱼今天已经奔波了一天了,实在不想这个时候再去找胡青和。 但是乌林生不断地催他,还亲自开车送他到了市局的门口,这还不算完,还说要等他出来再送他回去,这下张晓鱼是真的没招了。 就像是张晓鱼猜测的那样,胡青和现在果然是焦头烂额,一筹莫展,会议室里乌烟瘴气,十几名警察正在开会,但是大家的情绪都不高,因为这个案子虽然有线索,但是线索有限。 要想抓到真凶这点线索,是远远不够的。 我这里正忙着呢,你又来添什么乱? 胡青和将张晓鱼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,一进门就发牢骚到。 这件事情多简单,我都给你提供线索了,案子还这么难办吗? 你们不是已经找了黄云鹏吗? 他怎么说? 三言两语就打过去了,我们现在也确实没有扎实地证据证明, 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就是他,他还是政协委员,不能扣留太长时间,只能是协助调查,如果不能找到扎实的证据,根本没法动他,你提供的那些线索只能是捕风捉影,怀疑而已。 要想找到幕后主使,必须先找到那三个人,但是那三个人像是蒸发了一样,全国十几亿人口,大海捞针,上哪找他们去啊? 郭书记给了我一星期的时间,我看我差不多该准备卷铺盖滚蛋了,一星期的时间根本就破不了案,出了事情上面只知道往下压,不考虑下面的承受力。 我的人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,再这么下去,大家都会垮。 胡青禾说道, 你听我的,我有预感,这件事情绝对是黄云鹏干的,就算是找不到证据,也要先把黄云鹏监视起来,如果他真的没鬼,肯定不会慌,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他干的,你这么一上手段,他一定会慌了神,第一反应就是跑,不然的话等着吃枪子呢。 不信你试试,这招绝对行。 张晓鱼说道, 胡青禾有些狐疑地看着张晓鱼,觉得这个方法好是好,但是也不能随便监视人,这是要走程序的。 而且我觉得吧,这个案子闹得太大了,有这样的线索,你得赶紧向郭书记汇报,不要等到案子破了再汇报,有什么困难,有什么不合规矩的地方,汇报给领导就是了。 领导让你怎么做,你就怎么干呗,郭书记现在要的是破案,你提出一些稍微不合理的要求,他也不会拿你怎么样,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,先把事情解决了再说嘛。 张晓鱼说道, 胡青禾愣了愣声,看向张晓鱼,问道,你小子行啊,没想到看事情还能看得这么刁钻,行。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,你先回去吧,我和同志们研究一下再说,但是我警告你,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参与了,千万不能陷进来,就像是黄云鹏说的那样,这个沙场的水很深,你实在是不该承包这个沙场,搞不好这里就是你的滑铁炉,能把你淹死。 你放心吧,我叫张晓鱼,水还能把鱼淹死吗?张晓鱼笑了笑说道,张晓鱼走后,胡青禾点了一支烟,深深地抽了一口,透过吐出的烟雾可以看到他眉头紧皱,他没想到自己刚刚担任副局长,就遇到了这么大的案子,如果这个案子一炮打响,自己就能在郭维正面前站稳脚跟,如果这个案子成了哑炮, 那自己就真的只能卷铺盖滚蛋了,郭维正这里可以养闲人,但是绝不养笨蛋。赵军阳和乔昭帝刚刚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,这个时候楼下传来了开门的声音,两个人一愣,赵军阳迅速抓起衣服下了楼,看到进门的居然是黄云鹏。黄总,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?说完,赵军阳还看了看墙上的钟表。他人呢? 赵军阳眉之声,指了指楼上。你在楼下等着我,我上去找他说点事,一会就走。赵军阳点点头眉之声,他也知道黄云鹏这个时候来找乔昭帝,肯定是有紧急的事情。 对于他们那点破事,赵军阳早已不感兴趣了,打开电视躺在沙发上,慢慢地睡了过去。 你敢对我发誓,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做的。 乔昭帝气急败坏地问道,我对天发誓,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刀疤干的。刀疤原来是我手底下的人。 在离婚之前,我还想着找他把尹青兰送到精神病院去,但是你们警告我说,不要那么做。 后来和刀疤就没有什么联系了。 但是现在市局的胡青禾告诉我,刀疤等三个人有重大嫌疑。 我现在就在想,到底是谁找的刀疤,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引到我身上来。 如果有人知道我和刀疤的关系,刻意地找刀疤去做这件事情,这人其心可诛啊。 我现在害怕的就是这个。 黄云鹏说道,那你的意思呢?你来找我干什么? 想怎么办? 我想出去躲一躲,等到这个案子彻底破了再回来,我可不想当冤死鬼。 而且,如果真是有人刻意这么做的,那这个人就是再不一个局,这个口袋里到底想装谁,还不一定,我在云海你也危险。 黄云鹏说道,你走了公司怎么办?你想好把公司交给谁了吗? 乔昭弟问道,还没有,我准备从港岛聘请一个管理团队,到公司来接手公司的管理。 这样的职业经理人,不一定比我管得差,这样的话,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。 查一查,背后到底是谁想害我,我虽然是找过张晓鱼,想要合作开发那个沙场,但是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我做的,你要相信我。 黄云鹏说道,乔昭弟点点头,说道,你要是想走的话,现在就走,也不要回家了。 如果市局的人真的开始怀疑你,你住的地方应该是被人盯上了,你来的时候有没有尾巴? 这个我还真是没注意,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发布了边控,如果那样的话,我就真的惨了。 黄云鹏说道,那你怎么办?如果真的发布了边控,你到机场的时候,就是被抓的时候。 乔昭弟说道,如果机场不能走的话,那我就走陆路吧,先到了边境再说,对了,我开的车就在你门口呢,我能开你的车走吗? 黄云鹏问道,我的车都在车库里停着呢,你看看哪辆合适,就开哪辆吧,那辆霸道车况不错,刚刚保养过,你要是走陆路的话,开那车合适? 乔昭弟说道,赵军阳很想问问出了什么事,但是看着乔昭弟阴沉的脸没敢问,送走了黄云鹏,乔昭弟和赵军阳相拥而眠,但是乔昭弟一直都睡不着, 直到了后半夜起来到了楼下,倒了杯酒灌了下去,这才勉强睡着了。 胡青禾是真的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,他是被敲门声叫醒的。 胡局长,黄云鹏不见了。 不见了? 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啊? 胡青禾呼得一下坐了起来,问道, 昨天晚上,你让弟兄们去监视他,他家里的灯还亮着,但是家里的灯亮了一晚上,早晨没有人出门,这很不符合常态,我们让物业的人去敲门,家里也没人开门。 敲开门进去之后,发现家里一切如常,但就是没人,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跑的。 或许我们去的时候,他已经跑了,现在去他公司里找人吗? 手下问道,快点去,随时向我汇报情况,我现在,去找领导汇报。 胡青禾站起来说道,此时时刻,他简直想要骂娘,昨晚听了张小鱼的话,觉得这家伙说得有些道理,于是派人去监视黄云鹏,但是现在看来,可能去得已经晚了。 不然的话,两组人马不可能看不住一个黄云鹏。 面对胡青禾的汇报,郭维正倒是没有发火,他的火气早已在最初的时候发现完了。 作为领导干部,控制自己的情绪是最基本的本能,可以有一时的发泄,但是不能持续。 如果持续地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到下属身上,那样早晚自己会成为光感司令。 没有人会愿意跟着一个歇斯底里的领导去工作。 他能跑到哪儿去?好好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跑了,别到时候闹个乌龙。 再说了,有证据证明是他指使的吗? 如果没有证据,人家爱上哪去上哪去,你也管不着,如果有证据,想方设法把人给我摁住。 郭维正说道,我们的干警已经出发了,首先要找到那三个嫌疑人,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证明黄云鹏到底是不是幕后主使。 但是那三个嫌疑人中的其中一个和黄云鹏的关系密切,这一点可以证实。 再加上前几天黄云鹏找过张小瑜,他的意思是想和张小瑜合伙开发那个沙场。 但是张小瑜没有同意,接着就发生了村民占领沙场的事情,这事说起来是有些奇怪。 而且,就在张小瑜视察了沙场之后的当天晚上,就发生了惨案。 这件事情怎么看都像在给张小瑜挖坑,但是现在张小瑜没跑,黄云鹏反而跑了,事情真是越来越复杂了。 郭书记你放心,我一定会把这个案子一查到底。 胡青禾说道,破案子是你的事情,不用事事都汇报,我只要一个结果就可以。 郭维正说道,就在胡青禾的手下在车站和机场排查的时候,黄云鹏驾车一路向西,他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杨竹县,那里紧邻边境,只要到了那个地方,花点钱总会有人带自己过去。 这就是他设计的逃跑路线。 几天的时间过去了,关于沙坑村的案子丝毫没有进展。 但是这一次,狄中平老家的人速度倒是很快,他通知张小瑜去医院的时候,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他大致的数额了。 虽然张小瑜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,也不想和这些人讨价还价,但是张口就要五百万,确实是太多了。 虽然现在原材料的价格有所上涨,但是一个村子里的桥要五百万,这些人可真敢开口啊。 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,张小瑜只答应出到三百万,多一分钱都不出。 这三百万,他们到底能修出一个什么桥来? 张小瑜也不想再去追究了,毕竟是从张小瑜的腰包里往外掏钱。 这些人不让步是不可能的,三百万已经不少了,不知足就不能成事,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。 最后定下来的数额就是三百万,三天之内将钱打到他们的账户上。 兄弟啊,这个人请我记住了,你什么时候想要,我还尽管开口,只要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,保证会有求必应。 送走了老家的人,迪中平对张小瑜说道。 张小瑜摆摆手说道,什么人情不人情的,至少你现在回老家,没人敢给你脸色看了。 如果他们来求你,你连这个事情都办不了,你回老家就等着看他们的脸色吧。 这件事情,我深有体会,我们老家的人不知道怎么听说我发财了。 昨天给我父母打电话,想让我回老家一趟,我父母都接到城里来了。 我回老家干嘛?无非是想让我出钱吗? 张小瑜在医院里陪着迪中平闲扯的时候,接到了林虎的电话。 虽然案子还没有破,但就像是乌林生说的那样,他们是按年承包的。 耽误一天,就损失很多钱,如果案子一直不破,那这个沙场,就真的不干了吗? 林虎是本地人,他对本地的情况比较熟悉,人际关系都是亲戚连亲戚朋友连朋友。 这段时间,他也在找各种关系联系沙坑村的村民,之所以打电话给张小瑜。 就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和解的方式。 这几天,我一直在找人找关系。 我一个手下的老婆,她娘家是沙坑村人,所以拐着弯抹着脚,就联系到了沙坑村,一个叫杨树的,那些人之所以去占领沙场,就是在这个人的组织下去干的。 我已经联系到这个人了,你只要出面和他谈谈,看看他有什么条件,如果条件合适的话,我们就满足他, 先把沙场开起来,如果不合适的话,再想其他办法,总不能这样僵着,案子不破,买卖还不做了。 对不对? 林虎问道, 师傅,你对我简直太好了,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头疼,也没有想到怎么解决,没想到你老将出马一个顶俩,没问题,在什么地方见面都听他的,只要是能谈就可以,赚钱多少无所谓,这世界上的钱多了还能赚得完吗? 利人利己,才能赚得长远。 张晓鱼说道, 哎,没想到啊,你小子以前都掉到钱眼里了,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大度,我还以为你态度强硬,不肯和他们谈呢? 林虎问道, 和他们谈得成,谈不成都无所谓,但是这个面子我得给你,你都亲自出面了,我还能说啥?张晓鱼笑笑说道,你小子少扯淡,生意归生意,人情归人情,对方要是真的狮子大开口,不谈也罢,我们现在站立,对方现在是违法行为,我们不找警察清场就不错了,他们还能赶怎么样? 林虎说道,面子都是互相给的,林虎见张晓鱼这么说,那么他就得极力维护张晓鱼的利益,况且,他和张晓鱼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,张晓鱼亏得太多,就等于他亏,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称,这杆称既称利益,也称面子。 林虎和杨树联系了之后,杨树把谈判见面的地点定在了沙场,这里是他们的地盘,他们人多势众,现在他们根本不敢离开沙坑村,就怕被警察抓走。 对于他们来说,在沙场上能获得一份利益是最好,如果不能获得利益,他们还要继续生活,但是如果被抓走,就不划算了。 说来说去沙场的利益只是一份额外的收入,没有人会真的为了这份利益去拼命,所以他们现在要抱成团,就连和张晓鱼谈判也不敢出去,因为他们知道,枪打出头鸟,谁出去和张晓鱼谈,就等于谁是这件事的头,他们现在已经死了几个人,还有重伤的。 村民已经开始对杨树不满了,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,下一步,村民很可能会闹出更大的乱子,所以杨树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,我们要不要带一些趁手的家伙? 下了车灵虎问道,张晓鱼走在最前面,说道,什么都不要带,连手机也不要带,如果他们不嫌难看的话,我都想脱光了进去,这是我们的诚意,带着家伙进去,我们能打得过他们吗? 他们挤棒子,就把我们捶死了,带再多的工具都没有用。 灵虎跟着张晓鱼后面,笑了笑,没说话。 沙场来的村民有上百人,但是近来和杨树见面的只有张晓鱼和灵虎。 在沙场的办公室里,当着杨树的面,其中一个村民对张晓鱼和灵虎进行了搜身,发现他们什么都没带,连手机也没有。 别搜了,什么都没带,手机放车上了,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,我们来见你。 是带着诚意来和你谈的,既然事情出来了,谁都不想这样,解决问题才是根本,对吧? 张晓鱼拉了一把椅子,静止坐在了杨树的面前,说道。 摄人先摄马,擒贼先擒王,既然杨树是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,也是领导者,那么只要把这个人拉过来就行了。 至于其他的村民,多少分得一些利益就可以糊弄过去了。 张晓鱼是一个农民出身,非常懂得这些人的眼界和格局,只要看得见的利益,至于其他不用去管。 说说你们的条件吧。 杨树问道。 张晓鱼笑了笑,点着了一支烟,然后递给了杨树一根,并且在杨树的错愕之下给他点上。 说道,你抢我的台词了,这话该我问。 那好,我先说,我们想把这个沙场收回来,这个沙场本来也是属于集体企业,是属于我们沙坑村的,现在被你承包了,所有的钱都被你们赚走了。 在我们的土地上,挖的到处都是大坑,你说我们的村民能干吗?杨树问道。 嗯,你说得对,这个想法是不错,我也支持你们的想法,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。 要想收回这个沙场,你们不应该和我谈,你们应该去和政府谈,因为我们是从政府手里承包的这个沙场,不是从你们手里,我们既然赶过来谈,就是想解决问题的,你们提点具体的要求,不要一下子就把问题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,你们觉得这个沙场你们能拿回去吗? 其实按照我原来想的,根本就不用过来和你谈,我们就直接报警,让警察过来清场,但是考虑到以后,我们还要合作,你也是这个村子里的人,冤家一解不一解。 张小鱼说道。 房间里一下子陷入了死记,所以都不想再说话,但是跟着杨树的几个村民,看张小鱼的脸色,不太友善,张小鱼甚至敢肯定,只要杨树使个眼色,他们就会上来揍他一顿,从他们的眼里,张小鱼看到了愤怒和不甘,但这又能怎么样呢? 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,胳膊能拎得过大腿吗?要不然这样吧,我们先不谈沙场经营的事,我们先谈谈那几个死者的善后问题,还有正在住院的烧伤的人的医疗费问题,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吧? 别的我们先不谈,先谈这个也能看出来我们的诚意吧,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干的,但是既然是在我公司地盘上发生的事情,虽然你们是违法进入,但我不追究,相反,这几个死者的善后问题,还有医疗费问题,都由公司承担起来,这个诚意怎么样? 张晓鱼问道,灵虎看了一眼张晓鱼,然后偷偷地拉了一下他的衣服,示意他不要这么说,屋子里的村民和杨树文言一愣,他们没想到张晓鱼会首先提出这个问题,虽然这个建议看起来是为村民们好,但实际上这个主意非常毒辣,话一出口,就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,无论杨树和这些村民们之前是怎么商量好的, 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,那就是,有村民已经死了,还有重伤的,对于这些村民的家属来说,他们更看重实际的利益,能够拿到手的利益,而不是跟着杨树继续和政府与公司对抗,即便将来获得再大的利益,那也只是一张饼。 而且,张晓鱼是在当着屋子里所有人的面说的,而不是和杨树私下商议,无论杨树会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,其他几个村民肯定会把这事传出去,到时候那几个村民的家属就会找杨树给他施加压力,他们现在迫切地需要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。 而且张晓鱼也知道,今天见杨树一面,不可能达成任何和解,今天只是见个面而已。 接下来,张晓鱼会要求林虎约杨树私下见面,那时候就该给他个人好处了。 他是这件事情的组织者,只有把他拉过来,后面的事情才好办,但是眼下不是邋遢的时候。 你的好意,我们心领了,但是不用,我们已经商量好了,全体村民共进退,不把沙场收回来,我们是不会罢休的。 杨树说道,张晓鱼看了看那几个人说道,共进退。 老百姓都是要过日子的,你每天把这么多的人卷在沙场里,他们什么都不能干,也没地方赚钱,我在这里重申一遍。 我们公司要负责的补偿,也就是那个几个村民的善后和医疗费问题,这是基于人道主义。 但是所有在沙场里待着的这些村民的费用,我们是不会承担的。 到时候,你们也不要想着和我要什么务工费之类的东西,你给他们画了那么大一张饼,你觉得这张饼能落熟吗? 灵虎看了看这些人,觉得今天不可能谈成什么东西,于是站起来说道,今天就先这样吧。 大家先见个面熟悉一下,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。 这样,我留个联系方式,你们这边想好了,可以随时联系我,在这里谈也行,去其他地方谈也行,但还是那句话。 一切的事情,我们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程序来办,违法的事情,我们不能干。 张总是个厚道人,在案子还没破的时候,就先补偿家属这些钱,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 凶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抓住,就算是抓住了,我们公司损失的这些费用,也不一定能够追回来,所以大家还是好好想想吧。 张总,我们还是先走吧。 前前后后不到二十分钟,张小鱼和灵虎就出去了,院子里围着的人看他们出来之后,纷纷看向屋里,但是杨树并没有出来,这些人再也不管张小鱼和灵虎了,纷纷涌到了屋里。 寻问谈判的情况,你觉得这事情能谈成吗? 灵虎看了看,院子里启动了汽车。 在上学的时候,最让我感兴趣的科目就是历史,但是那个时候我对历史课本上有一句话非常不满。 什么话?你难道还要修改教科书? 灵虎笑道,历史教科书上说啊,中国几千年的历史,农民革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成功过,因为他们缺少一个真正有头脑的领导,现在想想还真是这样,不但是缺少领导,而且他们的利益诉求太复杂,又没有坚定的信仰,所以只能一次次失败。 真正由农民革命建立起来的王朝都不长久,很快就会被推翻了,以前的时候真是不理解,但是现在看看这些人,你等着吧,杨树很快就会联系我们,到时候只要把他喂饱了,让他回来再和这些人交涉,不出一个星期,沙场就可以正常开业运营了。 张晓鱼说道,这么有把握,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? 好啊,赌什么? 张晓鱼问道,如果你说得对,沙场开业之后,在沙场里多安排几个人吧,今年又有不少战友复员了,他们现在还没找到工作。 林虎说道,你对你那些弟兄们还真不错,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他们。 张晓鱼说道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,当过一天兵,永远都是兵,不管是哪里的兵都是战友,能帮一把就帮一把,你觉得怎么样? 我没问题,我相信有你把关,这些人肯定错不了,到时候工资给他们订高点,不管怎么说。 这些人也是为我们现在的安静生活,付出了青春的,多给点工资,也花不了几个钱,别亏待了他们。 张晓鱼说道,无论做什么生意,一个人肯定赚不了多少钱,要赚大钱还是靠大价,但是赚了钱,不能捞到自己一个人的腰包里,也要和大家分出去。 这样的话,别人才肯为你卖命赚更多的钱。 张晓鱼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在钱的问题上,从来不小气。 这也是灵虎最欣赏他的地方,别看这小子来自小山村穷苦人出身,但是在钱上,从来没有犹豫过。 乌鱼深和祖文家面对面地坐在咖啡馆里,他虽然恨不得现在就掐死对面这个女人,但是却一动也不敢动,祖文家看着手里的材料,问道,就这么点东西,这也没说明什么呀。 我要的是详细资料,这么几天过去了,你就给我搞到这点东西。 面对祖文家的不满,乌鱼深也没敢说什么,只是小生说道,详细的材料都是人家公司的机密,我怎么可能拿到呢? 不过我就纳闷了,你怎么对这个生物科技公司这么感兴趣? 你们到底想从这里得到什么? 这个公司正在研究一种药,具体这种药是干什么用的,我也不知道。 我只负责拿到这个药的研究成果,你继续想办法给我盯着点。 对了,还有一件事,张晓鱼邀请我过几天跟他出去一趟,去什么杨竹县,那是什么地方,你去过吗? 祖文家问道,我不知道,但是我警告你,你最好离他远点,这个家伙可不是个好东西,骗过很多女人,同时有好几个女朋友。 当然了,你要是有别的想法,这话算我没说。 乌林生一本正经地警告他道。 祖文家听到乌林生这么说,立刻换了一副妩媚的嘴脸,向前探身,盯着乌林生的眼睛。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? 是不是吃醋了? 你要对我说你吃醋了,我可以不去。 乌林生文言,扭头看向窗外不接他的话茬,心想这就是在演戏,可不要演过了。 瞧你那怂样,我就是说说而已,你别想多了,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。 我说的是那种关系,但是你该做的事情一样都不许少,除了定期需要收集的情报之外。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帮我办,比如说这个云天生物科技,你就得再下点力气给我好好查一查。 祖文家说道,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以前在医药方面都是西方比较发达,中国医院里的进口药贵得要死,什么时候轮到西方的间谍到中国的制药厂来窃取医药研究成果了?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。 乌林生说道,祖文家看看他,说道,从你拿来的这些材料里,你也可以看出来,这个公司在最近这一两年里,吸收了大笔的资料。 这些资金都去哪儿了?从我得到的情报,看这些资金都用于一种药的研究,那就是延缓衰老。 全世界各个顶尖的医药公司,都在从事这种医药的研究,就看谁的药能够用于临床,能够真正地起到作用。 硅谷的那些大佬们,投入巨资,资助医药研究,就是希望吃了这种药之后,自己能够长生不老,或者是活的时间长一些。 现在看来,中国的富豪们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了,明南集团不就是给这个生物科技公司投入了一个亿吗? 这种扯淡的事情你也相信,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长生不老,不管你吃屎也好吃药也好,这是自然规律,谁都不能违反。 乌林生说道,对于乌林生的反应,祖文家嗤之以鼻,但是也没有接着说下去,和不懂你的人多说一句话,都是痛苦。 黄云鹏到达杨竹县之后,并没有急着越过国界,而是和乔昭帝保持联系。 可以说,云海市局发生了任何事情,黄云鹏都能知道个大概,在事情没有完全明朗之前,自己如果贸然越过边界,再想回来可能就难了。 刀疤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已经切断了,就连黄云鹏也联系不上他,当然,就算能联系上他,黄云鹏也不可能这个时候自找麻烦,刀疤三个人就像是惊弓之鸟,到处流窜,而且,为了不至于被一锅端,他们三个人还是分头逃窜。 在目前这种维稳高压之下,一个人并不可能真的逃窜很久,除非是躲在深山老林里不出来,所以没过几天,除了刀疤之外,另外两个人已经落网。 这个消息也及时传到了黄云鹏的耳朵里,黄云鹏现在想到的不是跑,而是想回去问问那两个混蛋到底是谁让他们干的,但是此时此刻,他只能猥琐在杨竹县的小旅馆里,不敢出去。 就连饭都是泡方便面。 普吉岛的海滩上,一个比基尼美女躺在太阳伞下,戴着墨镜晒着太阳,旁边放着一罐冰镇可乐,真是毫不惬意,就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,手机忽然震动起来。 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,尹青岚慢慢坐起来,摘掉了墨镜,本来想着不接这个电话的,但是又害怕自己的妹妹出事,自己儿子还在国内上学,她只是出来旅游而已。 喂,哪位? 尹青岚接通后问道,老婆是我呀,你现在在什么地方?老婆,谁是你的老婆?你是喝多了,还是没睡醒啊? 黄云鹏,我们已经离婚了,我是你的前妻,你是我的前夫,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人情上,我们都已经没任何关系了,如果没什么事的话,我挂了。 尹青岚冷冷冷地说道,哎哎,别别别挂,我真的是有事找你,我这次摊上大麻烦了,你能不能帮帮我? 黄云鹏说道,尹青岚皱紧了眉头,有心挂掉电话,不再听黄云鹏啰嗦,但是毕竟一日复七百日恩,况且,他们两个还有个孩子呢,无论怎么说,黄云鹏也是孩子他爹啊。 再说了,他又说道自己摊上了大麻烦,尹青岚动了恻隐之心,耐着性子听下去。 黄云鹏,这是我帮不了你,况且再说我也不在国内,出了这种事情,你找我有什么用? 你去找你的乔姐姐啊,我相信他一定会帮你的。 尹青岚说道,老婆,我知道,我错了,但无论怎么说,我们两个也是十多年的夫妻,对吧? 我现在确实是遇到麻烦了,我现在就在边境,等消息看看要不要出去。 你现在什么地方?我如果出国的话,先去找你可不可以? 黄云鹏说道,你不用来找我,我也没时间见你,你不就是想要钱吗? 行,没问题,我可以从国外取现金给你,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能了,你也不要想着打我的主意,我现在普及倒,你如果能出来的话,就来找我吧。 尹青岚说道,不管黄云鹏如何巧舌如簧,但是尹青岚已经死心,绝不会再和这个男人有任何关系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忍辱负重,现在自己一个人过得潇洒自在,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逍遥着呢,干嘛要回去再受那份罪? 果然,杨树没有撑到第三天,就联系了林虎,这一次杨树也不再摆谱了,答应到林虎的公司和张晓鱼他们谈,而林虎也趁机对他说,如果想这件事情谈得成,最好他一个人过来,人多嘴杂,到时候说什么的都有,听谁的,怎么谈。 张晓鱼和林虎在公司里等着杨树到来,这个时候,张晓鱼问林虎道,对于这个杨树,我们该付出多大的代价? 如果代价太高的话,还不如直接和村民谈。 你放心吧,这是我心里有数,我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他的基本情况了,到时候我和他谈,你不要吱声,最后你拍板就行,如果你觉得不合适,你就直接说。 反正是我们三个人在谈,你可以适时地调整谈判战略,我不相信,凭我们两个还收拾不了他,只要是能把他拿下了,三天之内,沙场恢复生产。 林虎说道,好,那我们就谈谈试试。 张晓鱼说道,在来的路上,杨树做好了各种谈判的准备,但是当他进林虎办公室的时候,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, 张晓鱼和林虎准备好了茶锅点信,三个人坐在一间豪华的办公室里,杨树从气势上就输了,但是既然来了,就得硬着头皮谈下去。 杨树,这么说吧,无论今天谈成谈不成,三天之内,沙场必须恢复生产。 你们如果还继续赖在那里的话,我们就报警,让警察过来清场。 这个沙场,我们是从政府的手里花钱租来的,不是我们自己抢占的,这个道理你懂吧? 林虎上来是当头一棒的。 那你们想怎么样? 我们的要求,你们都答应了。 杨树问道, 没法答应,你们是要把沙场收回去,但是这个沙场现在属于国家,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,也没有权利,而我们是从政府手里承包的,你们难道还想和政府对着干吗? 现在我们先不说那些问题,我们先说说你的问题。 我们一直也没有向警方汇报说,这件事情是你在挑头,虽然你们村民知道是你在挑头,但是外界不知道,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? 我明白,你这不就是在威胁我吗? 怎么着? 想让警察把我抓走吗? 我告诉你们,如果我今天不能回去,他们明天就会去上访,这件事情只会越闹越大,在沙坑村只有我能压得住这些人,别人都是扯淡。 杨树非常强硬地回应道, 好了好了,别吵了,你们两个怎么说着说着就干起来了, 我们今天是来谈判的,又不是来干账的。 张晓鱼适时插话,制止了这两人的争吵。 两个人看了张晓鱼一眼都没有在吱声,张晓鱼说道,这么着吧,杨哥,这件事情你就是闹得再大,也翻不天吧。 对不对? 还不如想点实际的,怎么样能为自己多捞点钱,为你们的村多捞点利益,你说呢? 我也是这个意思,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利益,我看到的只是你们在威胁我,还想让警察把我带走。 杨树情绪有些激动,质问道,你想多了,我们从来没有那么想过,你看这样好不好? 这个沙场原来是在你们村主任和支部书记手里,但是这两个人现在都被抓起来了。 我也打听了,你们村现在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都处于空缺状态,如果我们支持你,借这个机会给你们村一些好处,你有没有希望能够竞选上村主任或者是支部书记? 你现在就是一个造反派,如果你能当上你们村的领导,以后的事情还不都好说吗? 但是竞选也需要钱吧,我知道现在很多农村的选票都是需要购买的,如果竞选, 别人给老百姓买东西而你不买,人家凭什么把选票投给你?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? 张晓鱼问道,不得不说张晓鱼脑子转得很快,开始的时候他们准备是用钱收买杨树,但是如果用钱的话,少了不管用,多了张晓鱼又不愿意往外拿,而且收买杨树一个人,可能还不够稳妥,如果其他的村民知道的这事, 肯定还会冒出来第二个第三个杨树,到时候他们对杨树的收买就彻底失败了,但是如果能把这个人扶到村主任或支部书记的位置上,未来几年,沙场就会一切顺利,即便是在这个经营过程中给杨树一些好处,也是理所当然的。 果然杨树听到张晓鱼这么说,眼珠子在迅速转动,一看就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抉择。 这件事情,我得好好想想。 你还想个屁啊,这是多好的事,我告诉你,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,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 张晓鱼此刻也板着脸说道,说翻脸就翻脸,比翻书还快。 杨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,村子死亡和受伤的那几个村民家属已经开始找他了,问问他,这到底怎么处理? 如果凶手一直抓不到,他们找谁要赔偿,是村里赔偿,还是他杨树赔偿,这就是现实。 有福能够同享,但是有难不能同当,如果不是那家属找得太厉害,他也不可能向张晓鱼低头,因为他比谁都清楚,坚持的时间越长,将来获得的利益就越大。 但是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了分裂,坚持不下去了,这才不得不来找张晓鱼和解,尽量能够为村民,为村里捞取更多的好处。 这是他此行的目的,如果一旦谈判破裂,他回去也没法交代。 你们觉得,收买了我这事,就算完了吗? 这么多人,这么多天,在沙场人吃马胃的,我回去怎么交代? 他们没有得到好处能放过我吗? 杨树问道,你放心,这事我已经想好了,给你的好处是你的,你们村里也少不了,说说吧,你们村里现在有什么困难? 但是有一点,你们村想要收回沙场这事,你想也不要想,门都没有,这是我的底线,也是政府的底线,大不了我报警或者是向政府申请, 这个沙场我不承包了,让他们看着办,但是钱我都已经交出去了,你觉得,他们会吐出来吗? 张小鱼问道,灵虎看到两个人马上有谈崩的意思,立刻转换了态度,说道, 我看这事吧,也没那么难解决,杨树你如果真想当村主任的话,我们可以帮你,张总不但可以给你出钱,也可以帮你从上面找找关系,只要不是太离谱,基本上没问题,你觉得呢? 说实话,此时杨树心里已经动心了,他也深刻地意识到,只有掌握了村里的权力,才能把村里人的思想统一起来,然后再和张小鱼他们斗,不然的话,像现在这样一盘散沙,各自的利益诉求都不一样,到时候,怎么和人家谈? 你们真能帮我当村主任或者是支部书籍? 杨树问道,这个你放心,我们有经验,你只要按我们说的去办,这是肯定能成,但是现在你也要帮我一个忙,就是把这些村民全部都撤出去,让沙场恢复生产,如果耽误的时间过长,我损失过大的话,我对这个沙场也就没多大兴趣了,你们如果真有本事和政府斗到底,那是你们的能耐。 张小鱼说道,村里的学校年九十修,有几间房子都已经漏了,老师都没有地方办公,只能是在教室里办公,这个你们能不能帮忙修一下? 杨树问道,张小鱼看了看林虎,然后说道,怎么说,我们也是一个大企业,对于做慈善,这方面我们从来不含糊,你放心吧,过几天我让林总去你们村看一看,如果能修的话就修。 不能修的话,推倒重建,一个村里的学校能花多少钱?沙场也是在你们沙坑村,取之鱼,民用之鱼民吗?这个我先答应了。 张小鱼说道,对于张小鱼的爽快,杨树显然没有意料到,但是一时间,他又想不到编造更多的困难。 关于学校的事情只是临时起义而已,现在是面对面的谈话,不可能给他太多的思考时间。 那行,先这样吧,我今天回去给村民做做工作,稍后我们再联系。 杨树说道。 杨树刚刚站起来,张小鱼向林虎使了个眼色,林虎起身打开保险柜,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小盒子,然后将盒子装在了一个黑色的方便袋里。 这是什么东西? 杨树面对林虎递过来的袋子问道。 这是我们的诚意,回家之后再打开,你放心,只要是跟着张总干。 张总从来不会让任何人吃亏,但是如果你耍我们的话,你应该知道下场,别的不说。 我手底下有几十号兄弟,就算是现在开过去,把你们村民都赶出沙场也没问题。 但是我们想和平解决,不想给政府添麻烦。 林虎半劝解半威胁地说道。 杨树伸手接过来,感觉到沉甸甸的,又看到是一个小盒子,猜测可能是一部手机。 一部手机也没有几个钱,于是他就收下了,但是他还是没有忍住,半路下了车,走进了路边的公共厕所,关上隔间,打开了小盒子。 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,他就有些惊住了,因为里面根本就不是什么手机,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十万块钱,十万块钱是他两年的收入,任何人都有贪欲。 但是此时此刻,他觉得这十万块钱分外烫手,如果现在送回去,或许可以让自己心安。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,张小鱼和林虎他们既然敢给自己,如果自己拒绝,他们也一定能在自己村里收买别人。 他不拿这个钱,也会有其他人拿这个钱。 他不当这个村主任,或者是支部书记,别人也能干。 所以他在厕所里,犹豫了一泡屎的时间,将盒子装好,出来上车直接回家,回到家之后,将钱藏起来,这才又回到了沙场。 像沙场里那些等待他回去的村民,汇报谈判的情况,一切都是若无其事,看起来理所应当。 杨树将那几个死亡和受伤村民的家属叫到了沙场里,向他们转述了张小鱼的处理方式。 家里人已经没有了,还有的是躺在医院里,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承诺,而是实实在在的金钱,只有钱拿到手里,他们才能心安。 所以当杨树告诉他们处理方法的时候,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意义,也没有狮子大张嘴。 因为他们相信杨树,但是杨树为了自己的利益,已经把他们抛弃了。 当谈到大家利益的时候,杨树说了这么一番话,我们这回可能要倒霉了。 我去的时候,他们刚刚把警察送走,明后天就来清场,如果我们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。 我们什么都得不到,还可能有人会坐牢,我是挑头的,肯定会去坐牢,家里的孩子还小。 如果我被抓了,老少爷们有空的时候,给我家里帮一把。 声音低沉,情绪低落,杨树的态度一下子感染了房间里的所有人。